大家好 我是Jo姐姐 这个皮蛋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通常夏天很多人都会拿它来做凉拌 今天我们不分享如何凉拌皮蛋豆腐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道在乐炒店经常会点的一道菜 叫做三杯皮蛋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制作三杯皮蛋 Let's get started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三杯皮蛋的配菜 就是大蒜跟九层打 九层打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是特别买了五块钱 因为现在谈封天五块钱好贵 这样一点点 所以呢 我要赶快来做三杯皮蛋 那这个大蒜呢 一般我们去外面热炒店 它都会放非常多 因为我们自己自己家里要吃的 其实真的有时候只是爆香都没有吃 所以我就大概酌凉 你自己也可以酌凉用一点点就可以 其实这个只是提味而已 好 那我就开始来处理我们的材料 首先我们来处理这个皮蛋 皮蛋我们要先把皮哦 把这个壳剥掉 这样把皮剥掉我想大家都会吧 好 我们皮蛋全部都剥好了 那我们要来切皮蛋 切皮蛋不能用刀子切 切皮蛋不能用刀子切 我们要用秘密武器来切 叮叮 看到这什么吗 这是一条线 我们用线这样子来切 这样才不会粘到你整个砧板上面 都是那个都是那个皮蛋的那个汁 这样子切把它切成四等份 看非常简单哦 很好玩 做料理其实我觉得非常好玩 我们这样就全部都剥好了 我们稍微把它剥开来 非常容易 你看 这样不会整个砧板上面 通通都是那个 那个粘粘的皮蛋的那个液 这样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们就把它剥开来 因为这样等一下我们要处理会比较方便 好 看到这里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要按下订阅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频道 同时将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 婆婆 妈妈 女朋友 还有喜欢做料理的朋友 请她做这道好吃的料理 给你吃你才有口服可以吃得到哦 如果太大呢 我们就再把它切小一点就好了 就这样全部都分好了 准备一个盘子里面呢 放三大梯的那个玉米粉 我们把这个 皮蛋放到这里面来 这样的目的就让它裹上一层粉 我们下去做的时候 它这个 玉米粉才会吸附那个酱汁 那你这个皮蛋吃起来才会好吃 所以你玉米粉大概三大梯不够 你就自己再加 因为有的蛋大小不一啊 我们让它每个面都沾到粉 这样等一下呢 才不会沾黏 好了 那我们这样都沾好了 这样就裹好粉了 是不是很简单咯 那我们就下一个步骤咯 配料也超级无敌简单的哦 这个呢就是大蒜仁 所以你要多少 我们不用拍碎 我们就这样就可以 那这个九层塔呢 那把那个梗哦 粗的梗我们把它去掉 我都已经去完了 像这个比较粗的梗就把它去掉 然后洗干净 我们的配料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啦 好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料理它咯 好 我们锅子烧热了哦 倒下多一点的油 然后让它稍微润锅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把这个皮蛋 我们就可以放下去了哦 火不要开太大小小火 就这样把它全部放进去 粉不要全部倒进去 如果油太少 我们就再加一些 好 就这样全部下去 我们就慢火煎它 不要火太大 但等下会烧焦了 用筷子稍微把它 调一下位置 让它粉能够 泡到油哦 就是四面都要蒸到油 这样比较 那因为它有粉 所以很稀有 你可以再加一些下去 这样煎起来才会比较漂亮 有点会分离没有关系 我们稍微移动一下锅子的角度 让那个油啊 能够浸泡到每一个皮蛋 所以我们皮蛋稍微煎一下 让它表面恰恰就可以了 因为它本身就是熟了 凉拌皮蛋都在吃了 对不对 所以不需要把它弄得很熟 就会太老了哦 我们看到都没有粉了 大概就可以了 然后看到表面都有那个 结成一层肉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啊 恰恰这样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起锅了哦 可以关火 你就可以把它倒到盘子里去哦 你的皮蛋就先处理好咯 那我们来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 要开始来炒它咯 好了说我们配料呢 可以放下这个辣椒 这个辣椒放一条或半条 看你个人咯 因为现在太风天 什么东西都贵 所以如果要省衡包就半条就够咯 好那我们就把它剪成 你要剪圈也可以 或者要剪成斜刀块也可以 就这样 这个是配色用的 好 好我们先来调一下它的酱汁 我们大概酱油一汤匙 然后呢糖也要一汤匙 然后糖一汤匙 如果你不喜欢太重油重咸 你就自己调配 我觉得也不需要一比一这种比例 因为是自己家里要吃的嘛 然后我们再来加一点胡椒粉 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用筷子把它搅散开来 它很稠 我们就加一点水下去 对着水 让它调匀开来 好这样我们的调味料就好咯 好我们的锅子烧热了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辛香料添下去咯 大蒜下去爆炒 辣椒也下去 让它有味道 现在把它翻炒一下 油可以多一点 我们大蒜炒香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皮蛋添下去 添下去翻起 这时候我们的酱汁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下去咯 这样把它淋上去 好我们的九层塔 可以把它放下去咯 来翻炒它 我们把它炒到这个九层塔都软掉 就可以起锅咯 好了九层塔都软了 我们就可以起锅咯 放到盘子再来 好我们的三杯皮蛋就完成咯 好了我们好吃的三杯皮蛋就做好咯 是非常简单 材料取得也很简单 如果喜欢也赶快自己动手来做做看咯 我们今天的三杯皮蛋就介绍到这里为止咯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我新的影片的讯息 同时呢最重要分享给你的老公小孩朋友 还有同事一起观看我的影片 来支持我的影片 如果你有喜欢看什么影片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为你拍置咯 那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